火力支援 拿到今年球季的第六勝 同時也終止個人的連敗 一列審判定已經出棒過半 一列審林金達判定張凱是出棒過半 遭到了三陣形成一個出局 這次三陣胃口太好了 幾乎都是快球 但是還是拼拼的想要攻擊 攻擊的意望太強也不行 還是要透過選球 接下來打擊要輪到第二棒的陳柏晨 這個球是一個好球 陳柏晨在下午的比賽是 在比賽後段來防守 二壘兩成九四打擊率 以一個出賽數不是很固定的選手來講 這個數字算是非常優異 又是一個好球 面對林玉清 連續獲得兩個好球 這球偏高 現在變成了兩好球一壞球 偏高的一個訴求 偏高的一個訴求 四次的四死球失掉了三分 吞下今年球技的第十敗 上一場出賽是824 8月24號 上禮拜他因為這個有點緊繃的關係 因為比較疲倦一點 後背部有點緊繃的關係 所以跳過一次的先拉輪子 這個球又是在高的位置 這次的緊繃球 牛隊因為傷兵 還有這個 今天打兩場的緣故 在第二場比賽 大幅度的調整陣容 當然也給了這些 年輕球員很好的機會 兩好兩壞 這個球選得還滿仔細的 變成了兩好三壞 對 仔細選球的話 其實林玉清也並不好投 雖然是年輕的選手比較多 但是 如果說你的專注力不夠的話 還是會繼續被咬 因為這種比賽 怕的就是輕敵跟鬆懈 等一下有三壞的滿球數 這個球出棒打成了界外球 在雙重賽這兩場比賽 牛隊只有蘇建榮和沈福仁 是兩場比賽的都是先發 基本上算是一名非球型的投手 在讓打者出局比例當中 林玉清是有百分之四十二點三 事實上打者是形成了飛球 這球出棒還是打成了界外 另外林玉清在剛剛三陣掉張凱之後 也正好打成了本季 第一百次的奪三陣 成為聯盟本季的第三位 達成這樣紀錄的選手 前面兩位分別是LAMIGO的迪薩蒙 以及統一師隊的聯田佑哉 這種類型的一個比賽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如果說你在二線的選手 先發的情況下 分數沒有拉下來的話 又是一個三陣 要特別注意就是分數咬住之後 有可能讓這些 下午一點比賽的這些選手 陸續用帶打帶手 來登場的話 這個就危機會在這個地方 連續投出了兩次三陣 張凱和陳伯承也讓投手 目前在前兩位打者投了十四個球 對 也是一種方法 輪到第三棒的蘇建榮 下午第一場比賽的 單場最有價值球員 蘇建榮 在下午的比賽的五個打數呢 出現了三支難打 其中包含了本季的第四發的拳雷打 拿下了單場最有價值球員 回顧一下 這是在雙重賽的第一場比賽 他從曾崩瑋的手中呢 敲出了一支逆轉的兩分砲 成為了勝利打點 對 那腳的天高的訴求 下午拿下了單場最有價值球員 而且也是從自己的太太 還有小孩的手中呢 是拿下了單場的MVP 牛隊在第一場比賽 另外一個表現好的打者 來哨白 則是在晚間第二場比賽 也並沒有先發 兩好一壞 兩出局 壘上沒有跑者 回保落空 林玉琳在第一局 是連投了三次的三陣 出局 by bwd6